2003年開院到2008年我看了五年 2008年到2008年這十年我都沒來看 現在19年開始 又重出江湖 檢骨科回來了 檢骨科回來了 這樣不行嗎 專精骨科 醫術高超 檢瑞藤還有鮮明的個人特色 彈效風生 親切沒架子 不要走 不要走 請名字 醫師 醫師 我四十一歲 接任斗六慈濟醫院院長 先舉辦親子家庭日 大家出遊沒負擔 他則有重大任務 一一認識同仁 了解需求 但是以後我先來會更不容易 這樣以後就要拜託你 一直努力 我覺得院長很有信心 我們會越來越進步 增長 檢院長對斗六慈濟醫院的未來 心中早有藍圖 初期是設置三十床的普通病床 大概三月初之後才會再收病人 屬於比較輕症的 診所升格醫院 樣樣都要符合標準 裡裡外外 大改造 心三好菜 古三二概 除了工程上的問題之外 我們一般在 因為醫療作業都在進行 斗六門診十五年 在大林慈濟醫院的支持下成長 改制後 斗六大林仍是一條心 一般的經濟就是肝膜落塞 幾三天 後來回去 後來再再來 我們這裡不是了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輕症的 一樣處理 重症的 就可以轉來一段了 雲林縣老年人口比例百分之十七 也多於台灣平均百分之十三點二一 身心障礙人口比例百分之七點三三 同樣高於各縣市平均百分之四點九八 在這個人口結構又老又弱的地區 斗六慈濟醫院期許能做得更多 那時候我們去申請的時候 他們都不可思議 人都是收掉 或是縮小範圍 做得輕鬆的 你們輕鬆的不需要做 要做得更大 這就是因為我們看到民眾的需求 院內就設有長照據點 老人家在這裡歡笑聲不斷 照顧社區居民 醫院不再是冷冰冰的白色巨塔 歷經了十幾年的這個門診 我相信也得到我們很多鄉親的 這些信賴 平常的話我想很多要回歸到 社區裡面的一些就地的安養 那就地的安養 就地的照護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會在老人醫學 老人醫療 這方面會特別著重 那包括整個就診的便利性 那整個醫療的內容 那會把定位成是一個社區型的 一個處理的好病醫 看見需求 投入付出 抖六慈激醫院將持續發揮 大礙精神 國際新聞 歐洲